1月25號 大紀元時報獲得中共內部文件 顯示在南京市 從去年12月18號到今年1月2號 16天之內有8233人死亡 據火化遺體數量統計 在高峰期 一天就要火化761具遺體 是平日的6至7倍 而能夠進入統計數據的 似乎必須持有南京本地戶籍 在文件中還記錄了南京市府專門成立小組來擴大殯葬業務的承載量 對外則是嚴格保密 禁止透露真實死亡數據 同一天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 記者實際走訪山西省西部 發現死亡人數被當局嚴重瞞報 而農村的死亡人數還在攀升 BBC記者發現當地病葬業務繁忙 棺材時常脫銷 相葬用品的需求是往常的2至3倍 記者走入鄉間更是看到處處天心坟 而由於農村醫療設施匮乏 在家病逝的人並未被納入統計數據 中共當局甚至沒有對農村死亡人數的評估 疫情一波接一波 已經席捲中國大部分地區 很多民眾都在尋找趨吉避凶的兩方 希望躲過這場瘟疫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曾在《理性》一文中開示 其實瘟疫本身就是針對人心 道德變壞 業力大了而來的 它是來淘汰邪黨分子的 與中共邪黨走在一起的人的 遠離中共邪黨 不為邪黨站隊 因為它背後是紅色魔鬼 表面行為是流氓 而且無惡不作 人應該向神 真心地懺悔 自己哪裡不好 希望給機會改過 這才是辦法 這才是領丹妙要 新唐人記者雨婷 易如夏敦喉採訪報導 甘 wyst 晚產 日須庭ア国提供的循環? 作詞亂多命綠清宗